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守护健康频道 这期视频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种会严重影响视力的眼部疾病 希望通过了解能够引起大家的警惕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统计 约有300万美国人患有青光眼 它是全球第二大自盲的原因 也是60岁以上人群失明的主要原因 一半患有青光眼的人 并不知道自己患有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组损害视神经 并导致视力障碍甚至失明的眼科疾病 通常是由于眼压升高引起的 眼压是眼球内的液体 对眼球B所产生的压力 这种液体主要是指防水 防水从结状体产生以后 流入红膜和角膜之间的空间 这个空间叫前方 再流过一个叫小凉网的细小通道 流进前方的防角的静脉系统排出眼外 防水的产生和排出要保持平衡 才能保持正常的眼压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眼压在10到21毫米拱住 这个值可能因为个人差异而有所不同 如果防水的排出受到阻碍 眼压升高就会引起青光眼 但是有部分青光眼的患者 眼压并不高也出现了视神经的变化 有专家认为这些患者是因为血管本身的病变 应受益于更低的眼压 所以诊断青光眼不只是看眼压 还要看有没有视野的缺损和视神经的变化 还有的人眼压高 但不引起视神经的变化 没有青光眼 青光眼的类型有多种 但主要的是B角形青光眼和开角形青光眼 这个角就是指我们前面谈到的防角 这两种类型常常也被称为视力的强盗和视力的小偷 因为它们在以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情况下对我们的视力造成损害 为了保护我们的眼睛和视力 防止失明 我们必须了解青光眼 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 首先我们谈谈B角形青光眼 B角形青光眼是我们亚洲人发生最多的青光眼的类型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的解剖结构 前方相对较浅 B角形青光眼常常发生在眼内的防角突然关闭 导致眼压升高 常常被称为视力的强盗 因为它们会突然发作 并迅速导致视力损失 症状常常是突然眼痛 头痛恶心 视力模糊 甚至可以看到彩虹圈或光月 这些症状往往使人措手不及 病情恶化迅速 如果不及时治疗 可能会导致永久失明 B角形青光眼的急性发作 需要紧急的医疗救治 否则视力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严重受损 甚至失明 我曾经照顾过这样一个病人 说他早上起床 感到头痛 眼睛发脏 同时血压升高 认为是晚上没睡好 高血压发作了 吃了高血压药就去上班去了 后来头痛眼痛恶心 无法忍受 去看了急诊 发现眼压高达50 经过治疗以后 眼压和血压都恢复正常了 眼睛和头都不痛了 但是视力比以前差了很多 另外一种青光眼是开角形青光眼 常常被称为视力的小偷 因为它发展缓慢 周边视力慢慢失去 在开角形青光眼中 眼内防角没有关闭 但是排出防水的通道 逐渐变得狭窄或阻塞 导致眼内压力慢慢升高 逐步损伤四神经 在初期几乎没有明显症状 视力损伤通常是从边缘开始 逐渐影响到中心视野 当患者注意到视力问题时 周边视力很大一部分 已经被偷走了 而且这一部分视力再也找不回来 这种视神经的损坏是不可逆的 开角形青光眼 常常是在定期的眼科检查中被发现的 总的来说 无论是对付视力的强盗 还是视力的小偷 最有效的办法是常规的 全面的眼科检查 一旦有眼痛头痛视力模糊出现 要及时寻求紧急救治 至关失明 切切不可延误 关于全面眼科检查的基本原则和眼睛的保护 请看频道内警惕老年性眼病的视频 与青光眼有关的检查 包括眼压的测试 视野的检查 眼底的检查 视神经成像检查 英文简称OCT 还包括测量角膜的厚度 如果角膜较厚 眼压测量值可能会偏高 如果角膜较薄 眼压的测量值可能会变低 另外还要评估视神经盘中的四杯 以判断视神经的健康情况 我们中老年人 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眼睛的情况 避免一些可能会升高眼压的运动和活动 以降低青光眼的风险 综合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要避免头部低于腰部 必要的时候蹲下来或坐在小板凳上操作 第二 避免拿重物或其他需要用憋气的力量训练 第三 避免剧烈的咳嗽和便秘等会暂时使眼压升高的情况 需要积极的治疗咳嗽和便秘 第四 避免长时间趴着水 以避免眼压的升高 第五 避免一口气喝大量的水 一口气喝大量的水 可能会暂时性使眼压升高 这种现象 相似于临床上的水负荷试验 用来评估眼内的压力的波动 第六 避免情绪紧张和心理压力 保持心情放松 当人感到紧张和压力的时候 身体会释放应急激素 如肾上腺素 皮质激素 这些激素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会影响眼睛内的血液循环和防水的排出 从而导致眼压升高 第七 还要避免一些可能会增加眼压的药物 例如 瑞固醇药和抗阻安药等等 虽然以上有些因素可能是暂时性的 但是 暂时性的眼压升高 对某些人来说 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伤 清光眼治疗的关键是早期干预 对于B角型清光眼 如果发现防角狭窄的迹象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激光手术 防止急性发作 还有用药物控制 开角型清光眼的患者 通常需要长期使用眼药水来控制眼压 防止进一步的恶化 还要注意监测眼压 特别是已经诊断为清光眼的患者 定期检测眼压 确保在安全范围内 清光眼对视力健康有重大的威胁 无论是视力的强盗 还是视力的小偷 都不可轻视 通过提高警惕 定期检查和科学一方 我们可以有效的保护视力 避免因为清光眼而导致的不可逆的损伤 那好 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 请您点赞订阅并分享 订阅的时候 请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会得到我视频更新的信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和建议 请您在留言区留言 我会注意并及时回复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